这是年入百万的人都梦寐以求的房子 应该是很多人眼中的天花板了 那到底住在中式河院当中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来感受一下 从大门进来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这个河院的一镜院落 一镜院落造型设计成了四水龟塘的天井 黑瓦白墙大气内敛 那天井呢不仅是有采光给予的作用 也是采路的象征 其实以前在江南人家是户户都会有这种配置的 穿过这道门 这里呢便是二镜院了 叠石流水 黑松绿植营造出自然界的山水意境 仿佛浑然天成 那其实整个河院呢都是以院子为核心 那各个空间围绕着庭院而布局的 比如一镜院落右侧的茶室和这个正对庭院的客餐厅 他们通过大面积的落地窗把室外的庭院引入到室内来 那这就是中式建筑的智慧所在了 往里走是父母房 同样是可以看到庭院内的景观的 上到二楼左右两边分别就是主人房和儿女房了 左边的女儿房用了转角窗的设计 三面开窗视野几乎是没有死角的 主人房的空间则显得很测试 开放式的衣帽间把休息区和淋浴区连接在了一起 这样的尺寸才能配得上这个宅子主人的地位 从主卧出来呢是一个长长的阳台 某个早晨醒来坐在这里享受一份早茶 看着近处的院落和远处的凤凰山 人生云淡风轻 这打了一辈子的胜仗 真的也该好好享受一下了 地上的空间团了到地下去看一下 从电梯厅出来映入眼帘的就是红酒柜水吧台 这些柜子平时都不会轻易的打开 除非有重要的客人来 比如说屏幕节的你 欢迎你来 你可以倒杯红酒坐在影音室里 在舒服的氛围灯下看一场美妙的电影 出来继续往里走 你会看到两层六米挑高的会客厅 它是这个地下室最精彩的地方 你要记住我们现在可是在地下室哦 但是因为有我面前的这一片落地窗 所以呢我仿佛感觉都能够闻到室外的鸟鱼花香了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套宅子 有山有水有院落 可以诚心静坐 关于浇荒 随便一个角落拍出来 都是中式意见大片 不知道是不是你心目中的理想之所呢 听说明是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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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只要喷了 请不吝点赞 这边读ots 因为看起来 散发亮的一个面称 请不吝点赞 这边是正好 都呗了 有大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